不出意外的话 本期的教学内容可以帮助大家节约直播的成本 而且还有开源代码分享 开直播除了用电脑、用手机 还可以用这个100多块20多刀的相乘派 它可以帮助大家降低试错成本 尽快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我用的是相乘派Zero 是全置H3的处理器 除了相乘派Zero 你还可以用跟它相同处理器的其他开发板 比如说相乘派的PC Plus 还有这个相乘派PC 还有香蕉派 友善派 还有支持这些处理器的开发板 或者是卡片电脑都是可以用的 请大家原谅我像这样分发源代码 因为现在国内的开源环境 如果我完全开源的话 所以这次开源我准备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完全开放的版本 我迭代了27次 这个版本专门提供给有能力研究的朋友 另一个是适当收费的版本 我最近直播间里做压力测试的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它是可以直接上项目的beta版本 现在我们以相乘派Zero为例子 来做一次实际操作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Linux系统 并且启动它 在相乘派的官网 找到它的镜像 我建议用Ubuntu的服务器版 我们会把系统安装在TF卡里 然后装到相乘派的操槽里 在进入Linux之前的所有操作 你都可以在相应的官网上下载到它的软件 还有镜像 而且有相应的说明书 这些我就不用再详细去描述 我们现在直接进入Linux系统 我会用到Moba这个软件 然后通过串口 先进入系统 打开它的网络 启动以后 我们用root帐户登录 先配置一下网络 查看一下它的IP地址 我们看到IP地址是6.6.6.46 要通过这个IP地址连接SSH 这里填写6.6.6.46 OK 然后还是用root登录 登录 登录以后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文件夹 用来存放我的软件包 还有视频文件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叫VS的文件夹 是我之前已经存放好的视频文件 为了避免我们演示的时候 拷贝花太长的时间 现在我们建立一个叫Push的文件夹 里面现在是空的 建好文件夹以后 我们去我的Github下载软件包 从code下载一个压缩包 然后在摩8窗口的左边 会有一个SFTP的窗口 我们只需要把下载的文件 拖拽到这个窗口里 就可以把文件上传到相乘派里面 上传完以后我们可以查看到内容 然后对它解压缩 会得到一个文件夹 进入这个文件夹 你会看到一个叫LivePush的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用来执行的 我们先要对它进行添加一个可执行的权限 你会注意到它的颜色发生了变化 然后我们执行它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四个操作 一个是安装Screen 一个是安装FFPG 或者是直播推流 或者是视频转码 好 现在我们先要去U盘里 拷贝一下视频文件 我们挂载U盘 我们挂载U盘 挂载到MNT下面 查看一下 左边那个recode list 就是我自己弄的视频文件 有9个视频文件 你可以通过拷贝命令 拷贝到你想要放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比如说这个文件夹 在这里我就不拷贝了 因为它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在VS文件夹里面 已经拷贝好了一些文件 我们先去到VS文件夹看看 这9个MP4文件是原始的视频文件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加工 然后再来推流 我创建了一个叫B-2000和K-2000的文件夹 这两个文件夹是用来接收 转码以后的视频文件 那我重新再建立一个 比如说叫X 这次 现在我们要对它进行转码 转码是直播推流的第一步操作 我们进入到刚才那个文件夹 push 然后运行live push 好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在 screen里面 我们需要做一步操作 先按X 退出 scr1n 大写s 创建一个叫pusha的绘画 这个是可以做一路推流 再创建另一个就可以做第二路推流 好我们再执行live push 现在你看到我们的环境里面已经检测到 在screen 绘画里 第一步先做转码 我们输入原视频的文件夹 这里面有9个MP4文件 然后转码后我们刚才讲的是存放到X目录 这个码率2000 4000 5000 自己根据需要来选 我这里先做2000的码率 然后确定按yes 好现在就已经开始做转码 正常来讲转码结束以后它会自动退出 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就不等它转码 我已经做好了有两个文件夹式转好码的 现在我们退出做推流 QQY 我们输入命令进行推流 ROT PUPSH L live push 然后第三个选项 视频文件目录是B-2000 推流码 推流码我们需要到B站 选择一个分类 然后点击开始直播 拷贝服务器地址 拷贝串流密钥 然后yes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自己的直播看到推流的结果 然后如果我把它关掉直播马上就断了 QQY 然后我们手机就放这 让它再推流一次 第三个 ROT OS B-2000 推流地址 串码 好 好 终于看 yes 好 好 要退出直播 按QQY 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关闭电脑 让它自己在播的话 让它自己在播的话 你只需要按Ctrl 加A B 从Secreen 退出 然后 你再关闭 摩8 那Chart GPT 就是一个以聊天为目的的GPT 关闭电脑 让它自己在后台直播 我刚才说我这边开源了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都是先转码再推流 这个视频发布以后 你可以到我的GateHub上面来下载这个软件包 至于适当收费的那个版本 我会把它的获取方式写在这个仓库的readme里面 我看到一些资料 好像还可以把相成派的话筒声音混到直播里面 如果大家对这个也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好了 我是G电匠 我们下期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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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